位于多伦多市北部的列治文山 有一座戴维·邓拉普天文台 它是加拿大目前最大的天文台 而且还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反射望远镜 直径达到188厘米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我现在在多伦多市区的 戴维·邓路普天文台 这里有加拿大最大的电子望远镜 对 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不开门 不知道为什么 走吧 好 看这个建筑 还是有一些这种历史的这种样子的 还有一个阳台 它很漂亮 上面白色的 Soreclosed 这也太敷衍了 我们来去照一下 它地上有张光盘 我们是慕名而来 没想到 它写了一个这个 关门了 下面看看介绍吧 这个是多伦多大学的一部分 对 1935年起就开放了 1972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就看到了黑洞 就观察到了黑洞 还是很早的这种观察点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大片草坪 可能是这个建筑物里边就是存放着加拿大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但是 可惜啊 进不去 照张相吧 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楼 这里一共两座楼 这两个有 它这个底都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 望远镜直接可以看到天上 所以一共应该是有三个 那么这个应该是最大的 对 可以从它体积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两个是相对来说小一点的 看看这个天文台 多大 我们转一圈看看 回头看这个建筑物 这好像是它的行政办公楼 楼顶呢 有两个望远镜 但是很小 这个呢 就是加拿大最大的望远镜 那具体的资料呢 我在网上给大家查一查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本来呢 想利用晚上的时间 看一下这个最大的望远镜 能看到 没想到今天他们关门了 很遗憾 看看 绕一圈 这个大望远镜 这么大 这个直径可能得有15到20米 大白楼 在 在 大白楼 这个天文台的停车场 有一棵巨大的树 你们都看不到了吧 这是什么树呢 告诉大家吧 这是核桃树 我们来看看啊 核桃树 这个有点像文王核桃 很像 刚才我踩了一下 但是 这个踩不掉 踩不碎 看有两个 然后呢 这地上呢 有一些松鼠吃过的痕迹 看 这够硬的 牙能吃成这样 看这个就是这个青核桃 没有开皮的样子 这个就是开了皮的样子 拿一顿回去给它开了 这些松鼠吃了